老许 陈刚 你说 你的领导是谁 你抓不到 永远抓不到 你不要狡辩 我有证据在手里 不就是几张挺进暴怒 你们永远破坏不了他 你不要狡辩 我老实告诉你们 你们的身份 我已经了如指掌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无法掩盖了吧 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重庆地下党 市委委员 工运书记 挺进暴的负责人 老许 你 继续说下去 就这些了 多一个字 你们也别想得到 别急 走 这些认识 身中不可 代表我 是 共同 军权 查理 公子 尤其 rise b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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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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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脚下响着沉重的铁流 认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败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独行考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 埋葬蒋家王朝 我逼了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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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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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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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亲眼看见那些狂暴的争执犯 来卡断你们的喉咙 你要是胆敢把叛徒和我们关在一起 你立刻就能看到 和你妄想的结果正好相反 来人 把他们关进将军里去 你再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人 普世纲 江雪芹 他上华英山了 是我把他送走的 还有谁 让我再仔细想想吧 六四阳 我们在荣昌等了一个多星期了 组织上也没有消息 真急死人了 我明天就回重庆 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你冷静一点 组织上没和我们联系 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这样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而且还可能把其他同志也报了给敌人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现在应该学会忍耐 做地下工作 总会遇到挫折和困难 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应该证实它 这是关键的时候 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你刚入党不久 很多事情还没有经历过 作为一个党员 如果和组织失去联系 是很痛苦的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从我参加革命的那天起 我所做的每件事 在国民党眼里都是死罪 如果我对死亡 产生了恐惧的话 我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 初作 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 我就不信 我西风飞斗不过他们 报告 进来 报告出座 刘思阳和孙明霞已逃往荣昌 在刘的妹夫家躲藏 情况属实吗 朴志高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知李吉刚 马上递补归案 千万不要大意 这次不能再让他们跑掉了 是 是 出座放心 不而已 否计 不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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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小姐 走 徒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